全油管最快新闻,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 今年1至11月,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441.2万辆, 超过了日本的399万辆,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。 这是自2016年以来,日本首次失去榜首位置。 据报道,中国厂商在政府扶持下不断提高技术能力, 实现了低价且高质量的纯电动汽车出口增长。 中国企业比亚迪在全球电动汽车销量中取得优势, 预计比特斯拉成为全球第一。 这一竞争变化表明中国汽车行业的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